电视剧《追光的日子》可以说是六月底上线的新剧中最有爆向的一部 暑期荡降致,各类娱乐剧都蓄势待发 而就在各种风格的偶像剧都竞争激烈地接骨眼 《追光的日子》这部唯一的教育类国产剧突然上线 通过《追光的日子》上线的口碑表现来看 这部剧虽然没有谈情说爱,没有太强的戏剧张力 但却最真实地展现了青春期少年们的模样 剧情用稍显轻松的画风挖掘了中年困境,原生家庭,少年烦恼等等 让观众共情感很强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剧中演员的塑造一度越看越上头 只是从演员表现来看,戏份最多的主演反倒没有太大的惊喜 真正的高光都出现在了配角演员身上 主演突破性不大,存在感太弱 《追光的日子》中最重要的三个角色 就是不羁的中年老师好男,郭精飞是 倔强的高考落榜生认真,任敏是 以及休学一年来到垫底班的高远,王源氏 在一支剧情里,三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但可惜演员的塑造,并没有给角色太多的人物魅力 郭精飞饰演的好男,依旧是暗黑者,都挺好 我是于欢水中模样,时不时嬉笑打闹 出口就是洒脱不羁,人物形象喜剧感十足的同时 又有血有肉,在人物形象和人物内核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种角色很圈粉,但郭精飞在荧幕上塑造的此类角色太多了 以至于追光的日子上线后,观众并没觉得郭精飞在塑造一个全新的角色 演员任敏在这部剧中的表现也是一样 他塑造得认真倔强不服输,但是命运不顺,明明有些真功夫 但却因为父亲的原因高考落榜,三年的努力化为灰尘 认真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低配版的高中生易瑶 在《悲伤逆流成河》中,易瑶的人生更加悲惨 原生家庭更为糟糕,命运更具戏剧性的易瑶在人敏的饰演下生动鲜活 可这样的人敏并没有带给观众惊喜 甚至因为不够凄惨的人设,让观众有些失望 关键是,自《悲伤逆流成河》上映已经过去了五年 可人敏依旧没有撕掉自己倔强乖学生的标签 最后一位重要的角色,是王源饰演的高远 这个人物一上线就是最不讨喜的画风 他孤僻冷漠,独来独往,寡言少语 身上总是带着悲观的沮丧 如果理由正当,观众完全可以接受这个角色 但偏偏剧情故弄玄虚,迟迟没有交代高远性格孤僻的原因 而王源稍显肤浅的表演,又加剧了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反感 他所有内向的表演都更像是孩子的小打小闹 面对同学的热情他躲躲闪闪,眼睛始终向下 偶尔抬起来的目光也是呆滞和放空的 这种表演,痕迹太过明显的演艺方式 的确能让角色与众不同 但也显得角色幼稚,存在感慨弱 相比之下,配角的塑造抢尽了主角的风头 三位配角精彩演绎,实力出众相当惊艳 第一位让观众惊喜的演员就是马叔良 他饰演的校长一角,是个亲和力十足的老人 剧情里,马叔良头发发白,浑身上下透着疲惫的老人味 完全没有了《家有儿女》中的不正经和机灵劲 剧中的校长,拼用一看就不靠谱的好男为十四班的班主任 在其他老师不明所以的时候,校长始终面带笑容 投向好男的目光也是满满的信任 虽然说马叔良的戏份不多 但是他的塑造就充满了会演独具的智慧感 他更像是一个看透本质的大前辈 看得到好男身上不易察觉的优点 相比于《家有儿女》里的马叔良 这次他的演绎可以说是风格大转变 第二位值得称赞的演员是饰演白杰的董晴 董晴并不算是人气演员 但却在很多影视剧中塑造了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 最好的我们李 她是少年感十足的仗义小姑娘 陈锋十三载中她是渴望平淡婚姻的风尘舞女 但这一次她却以温暖若白月光的形象塑造了白杰一角 董晴出场时没有任何过分的妆容 简单的黑发加清爽的白衬衫就把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女性塑造了出来 细看董晴的状态就会发现 她脸上的细纹和凹陷的眼窝已经暴露了她的年纪 但是当男主好男用恰当的方式与白杰回忆往事时 董晴会有些不好意思的低头 嘴角淡淡的微笑 居然有几分令观众愣住的少女感 这种能够突破装造 客观条件的演技 观众怎能不上头 第三位配角杨青也是观众的老熟人了 虽然她风光不如当年 但这些年她却一直活跃在影视剧里 塑造或刻薄或亲和的长辈形象 比如我在她相挺好的 心跳原计划等等比较出名的作品中 就有她的精彩表演 说白了 杨青的这张脸就自带好感 一出场就给观众惊喜 剧中杨青饰演的好男母亲 戏份并不多 但却在寥寥几个镜头里 把为人母亲的嘴硬心软 爱操心演绎的真实细腻 在于好男通电话的剧情里 杨青的表演方式并非像寻常母亲那样细声安慰 而是生气地指责对方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在她强势的输出下 压迫感十足的母亲就立住了 而就是这样嘴硬心软的表演方式 让观众看到了最经典的中国式家庭 总之配角的演绎不仅成就了角色 也成就了剧情让观众对情节充满期待 只可惜正是因为配角的表演太出彩 导致主角作为剧情的关键人物 却被衬托地像个打酱油的 当然便是剧追光的日子 才刚刚上线 剧情走向和演员的塑造都还有发挥的余地 后续在后续的情节中 主角发力也会带给观众惊喜 最后 你对追光的日子中的演员塑造有什么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